被重视的感觉真的很好 比如我断断续续给你发了一大堆消息 可能当时你没有立刻回复 但当你看见后 你会一件一件地回复 还会告诉我 刚才去忙什么了 凡事有交代 渐渐有着落 无论爱情还是友情 双向奔赴才有意义 其实最适合你的人 从来都不是那个让你朝思暮想 爱而不得的人 而是看透了你的脾气 依然什么都不管 愿意留下来陪你的人 我这个脾气气走了很多人 我知道我改不了 但我更知道 懂我的人不会走 以前不在乎钱 只在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总以为钱花完了可以再振 现在感情教会了我 钱就是筹码 能看透人心 拉近关系 任何人在金钱面前 都是真实的 不管在哪 钱永远是最直接的通行者 任何人的底气 都是来自于经济实力 除了拼命挣钱 其他都是空台 不要觉得 你很难融入别人的圈子 是因为你还不够虚伪 嘴不够甜 也不会睁眼说瞎话 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 有一个好心 永远比不上一张好嘴 现实的社会 现实的人 喜欢假的 不喜欢真的 会做的 不如会说的 会说的 不如会装的 别总因为迁就别人 就委屈自己 这个世界 每几个人值得你走弯腰 弯腰的时间久了 只会让人习惯于 你的低姿态 你的不重要 任何让你受委屈的人 都不值得深交 包括你喜欢的人 如果你的善良 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那就收起你的善良 善良 它只配交给 值得的人 不能拆穿的事 何必追问 有些事 你做过了 就别再装傻了 我不拆穿你 是我仁慈 不是你蒙混过关的理由 毕竟有些事 心里明白就好 我不发脾气 不代表我没脾气 我不说 不代表我不知道 女人赚钱 不一定是责任 但绝对是尊严 也许你不缺钱 但事业带给你的 不只是财富 而是踏实 只要自己包里有钱 想穿什么 想吃什么 不用伸手去样 这一定要有四样东西 扬在脸上的自信 长在心底的善良 融进学历的骨气 刻进命里的坚强 无论是谁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不努力 就会被淘汰 不强大 就会被伤害 没有人会去帮助 一个毫无价值的人 所以 你必须好好经营自己 慢慢你会发现 干净的语言 变小的圈子 自律的生活 昂扬的斗志 积极乐观 面对人生的悲喜 生活 定会变成 你喜欢的样子 我从不后悔 对任何一个人好 哪怕看错人 哪怕被辜负 心这个东西很贵 给对的人就是无价 给错的人 就是一万不值 喜欢和善良可以免费 但绝不廉价 那些明知不可为 而为之的坚定 人生能有几次 我拿真心做筹码 懂的是我的眼光 珍惜才配拥有 在乎 才能长久 我没有靠山 自己就是山 我若不勇敢 没人替我坚强 别人的屋檐再大 都不如自己 有把伞 只有自己强大 才不会被别人践踏 我输过败过 但从没放弃过 既然跌落谷底 就奋力往上爬 靠谁 都不如靠自己 这世上 除了你自己 没有人 能真正懂你 角度不同 又怎会互相理解 位置不同 又怎能感同身受 总有人站在他的立场 来指责你 但没有人知道 你这一路 走得有多辛苦 有多难 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 真正能治愈自己的 只有自己 一无所有又怎样 寒门起家 无凉风 一身输赢 全靠拼 风生水起 靠自己 即使没有后推的资本 也没有放弃的理由 眼泪不是答案 拼搏 才是选择 生活万般苦 都要调整心态 唯有自己努力 才能拥有 想要的生活 做人 真的好难 谁都学不会换位思考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哪怕再委屈 别人也觉得 是无理取闹 一点小事 但如果你用别人对待你的方式 来对待他们 他们马上就受不了了 别惯坏了不知领情的人 别喂饱了不懂回馈的心 你尊重我 我就尊重你 你无视我 我就无视你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觉得我很好骗 那就请你继续 我看着你表演 有些事 我绝口不提 不代表这件事 已经过去了 要么 是我为了维护我们的关系 在忍让 要么 是我认为 你已经不值得我 再浪费任何情绪 心累到一定程度 连生计和计较的力气 都没有了